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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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报道还称啊 虽然莫斯科北京现在关系密切 俄罗斯将部队从东调往俄罗斯 乌克兰 但他仍然继续加强东部防御 这个就是俄罗斯啊 这我们之前一直说过俄罗斯对中共国 对中国说白了 他随时准备好啊 应对对付中共国啊 所以习啊 这个支持俄罗斯 那就是脑子进水了 哎 包括俄罗斯啊 说白了 他的最大杀伤力就是他的核武 他的使用核武器的标准很低啊 你有些人怎么看 分享一下 呃 谢谢路德 其实从这些揭秘的资料可以可以看得出来 我相信其实英国对于这份情资啊 俄罗斯关于他发射战略核武的这些情资 应该不是今天一天或一个月 或一个季度这样可以呃 这个去发现到 然后并且加以这个判读的 我相信他应该已经获取很久了 而且其实只是在找一个适当的时机点 去披露这些消息 那如果说他本身来讲 这样的一个消息 很早以前就已经被这些所谓的 无眼联盟 不是所谓的 就是被这些无眼联盟国家所获取的话 那我相信他本身在战略战术上面呢 一定会有很多去提防 而且不管是前进部署也好 或者事先的防范也好 那事实上其实就这个被揭露的这些秘密文件来说呢 很明显的就是其实因为毕竟俄罗斯 以前在苏联国际的时代也曾经被这个 毛泽东跟这个 不管是他们在所谓的邓小平之后 或者是什么 就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个共产党 曾经因为为了要去 讨好美国 然后出卖了俄罗斯 然后出卖了苏联 所以导致苏联的崩溃 那现在才会有现在的俄罗斯吗 所以说其实非常清楚的就是 普丁虽然说现在名义上跟习近平合作 可是我相信他其实在 在他的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防线 就是说或许他现在是打击共同的敌人 就是盟友嘛 可是问题是可能同理最深的 还是这个所谓的中国这个习近平这个敌人呢 只是说或许习近平是由普丁一手所栽培 或者甚至于扶植起来的傀儡的一个皇帝 所以问题是普丁也要防范 哪一天如果说习近平这个小家伙 又在背后跟美国合作同俄罗斯一道的话 他也会去做这样的防堵嘛 那正如这个路德所说的就是 这些这些暴力集团呢 他们事实上本来就是不信任对方嘛 彼此合作只是相互利用而已 所以说如果说这份秘密档案的这个出台呢 那应该说就很清楚去看到 他们之间的一个合作关系的一个根基是在哪里 那最重要就是如果今天 当然已经没有办法去怂恿习近平 来联合欧美国家去对抗普丁嘛 可是问题是这中间他们的嫌隙也是被 美国跟五眼柠檬国家看在眼里的 所以说其实很清楚的就是 如果万一真的遇到真的生命攸关或利益纠葛 或利益相反的时候 或许中国跟俄罗斯他们这个 嫌隙的纽带会不会还那么紧 那其实是会令人令人啊 就是说令人令人一斗的 那也或许也是西方国家想借此在这上面多做一些 多做一些不管是计策也好或者谋略也好 或许可以借此让中俄之间产生更多的摩擦 好 先换给路德 他这个文件啊 他这个文件啊 他是过去的文件啊 08年到14年啊 可见就在那个时候 中俄之间关系并不是像现在这种紧密关系 啊 还互相防着 俄罗斯呢 所以你看这个 习啊 为什么 对俄罗斯 是吧 这个如此 我们之前其实就告诉说 习的上台绝对 俄罗斯这里有关系 跟普京这里 脱不开关系 习的掌控局势 上台以后迅速啊 把这个中共啊 相应的派系全部灭掉啊 只剩他自己一家独大 这些事情没这么简单 他背后 他是有原因的啊 是吧 这你绝对任何人绝对不要看到 说什么啊 这08年的文件 俄罗斯那些就认为现在啊 好像太对 啊 好像中俄之间会有封习一样 现在暂时绝对不会 因为习就是普京捧出来的啊 说白了 他才可以真正掌权 这些小丹鱼啊 就是这个 就在习当时夺权的时候 习当时夺权的时候 都面临的 你看这有周 周永康啊 薄熙来 然后还有 这个当时的胡锦涛的派系 环派 最终习怎么能够 拿下 特别是拿下周永康 拿下这个 郭伯雄 啊 徐才厚这些 这不是简简单单的党内斗争 他觉得 就是早就俄罗斯普京实际上 之前 其实就秘密的啊 对中共开始布局 就物色 未来控制中国政局的人 习就是他们选拔的啊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啊 就是他不可能 习这么傻 是吧 现在在江的时代 还是邓小平时代 还有毛的时代 跟俄罗斯都啥关系啊 都是绝对不可能啊 跟他们搞在一起 还说什么结盟 傻子才这样 是吧 中国历朝历代 哪怕大清的时候 都跟俄罗斯 都跟沙皇 沙俄都是啊 面都不可能合在一起的 哪怕是后来苏联 苏联时期 这是最基本的逻辑 就最最啊 在中共国 在中国做到 这个习这个位置 他不可能不考虑 这个地缘 地缘上的啊 分析地缘上的 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是吧 在历史上 他肯定会考虑这些 这个就像现在啊 在美国也是一样 美国不一样吗 为什么 有这个美国孤立主义啊 为什么 说白了 普京在运作这些 一样的啊 在运作这个 为什么 美国的大选啊 有很多 对俄罗斯 啊特别啊 这个 有好感啊 帮俄罗斯说话 这都是 其实俄罗斯 这个普京的背后的运动 因为普京是啥 他是克格勃出身 他这没这么简单 就他不是一般的啊 就是在政治上 如果他是解 如果你只是 像一般民主国家选举啊 一般啊 都是 选一些啊 政治菜鸟 是吧 说白了有的可能像 川普这种政治菜鸟 根本 你别说搞 这个啊 执行秘密任务了 对情报 对啊特务 根本不了解 美国 俄罗斯是啊 你想普京 他你看他的所有的操作手法 都很相似 有没有发现 就普京上台 也是搞那个普京热啊 什么嫁人就要嫁普京 在俄罗斯内部 搞那个普京个人崇拜 他那种可思人崇拜 是一种新的玩法 和之前不一样 是那种把他当普京当粉丝了 哎 你看后来到习那里也是一样 也是搞这个 哎他很厉害啊 习也是玩这个 玩这一招 然后就是反腐 哎 你看 跟普京上台一样 也是玩反腐 啊 一手反腐一手来 搞这些造势 把他啊 把他描成我的那个就是 一样的也有各种歌嘛 讲什么习打打 那种歌 很明显 现在在美国也是玩这一招 也是一招 同样的招数 大家看 所以啊 这里面 这个 啊 虽然他在过去啊 是对着 把中共国当做那个 现在 这就你看到14年 14年 14年 是吧 14年那时候习汉 还是刚上台 说吧 就是他08年到14年的嘛 现在他肯定 就是他如 就是俄罗斯 他无论是从沙俄时期 还是说 斯大林苏联时期 他们永远的就是 想的如何就是扩张 到远东地区 啊 远东地区 一直都是这样的想法 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种扩张的话 在苏联的时期 他们就是扶持共产党嘛 中共 中共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 啊 后来呢 他们苏联的政策上的失误 是吧 跟中共 关系闹得有点僵 北朝鲜他也是扶持 这个金志成啊 金志成也是他们的党 他也是扶持的 他们一贯都是 直接了当啊 来扶持 就当地 这个国家最核心的这个 你想南非不也是苏联 直接支持起来的吗 南非 古巴 都是这样 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就很清晰的看清楚 这个文件更加结实了 俄罗斯 对 中共的这个 这个打法和战术 你怎么看啊 尼尔先生 贝路德这么一说 我现在反而去想说 在美国总统选举上 川普不是也开始就是 去做了很多像YouTube一样 收集了很多川粉吗 那事实上他现在又要在 今年 2014年重返这个 总统保卫的政 这个政权保卫战嘛 也想要去 跟拜登来一较高下 可是其实如果说就 但我现在不是影射说 川普一定就是普丁所培养起来的人 但是其实我相信 其实在这个总统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上面 普丁跟习近平一定绞尽脑子 要去干预美国这个选举 那谁才是他们属意上台的人选呢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谁比较不反 不反恶或者不反中 绝对就会是他们比较 或者是说 以目前川普这样的一个傻人 而且什么事情都 比如说他做了什么政策 或者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攻击 他一定要发表在推特上面 那事实上这样的 陈福呢跟拜登比起来就差很多 所以说其实在我来看 说不定其实川普才是 普丁跟习近平最希望当选的人选 那其实回过头来看呢 其实在欧洲的这一块 普丁在琢磨上 其实我觉得路德讲了一点 非常的一个清晰 就是现在俄罗斯一直想成为欧洲的一员 希望这个不管他是历史的缘故 或者是他是一个心理层面的元素 那事实上我相信普丁他在 除非真的有必要 虽然说他现在在战略核武上的一个门槛非常低 可是我相信他也知道 一旦他真的把这个最后的底牌给打出来的时候 或许真的不管是重返欧洲也好 或者说跟欧洲这些国家结盟 就是说结为好友也好 这样的一个愿景就远远不会实现了 所以说事实上我相信俄罗斯本身来讲 他有他的忌惮所在 那事实上或许他也想学习以前的沙皇 想要一统一统欧洲这样的一个大梦 可是问题是 不管他的皇额计划也好 或重返欧洲也好 我相信其实有很多东西 对于目前普丁来讲 他现在是否还有这样的体力跟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想最后面可能就是一个核弹的手段了 那相相较于这个习近平 他就是一个被人家利用 还帮人家数钞票 被人家卖掉还帮人家数钞票的一个傻论 那事实上其实中国目前 不管是内政或外交都岌岌可危的一个情况下 我相信其实如果说普丁 现在又要跟习近平来做一个人民币贷款的话 那这个真的是我只能说 目前中俄这个情况会不会因为习近平在内政上 在经济上无法这样持续攻击 俄罗斯这样的不断的一个消耗的一个军援 然后导致中国内政的一个颓败 而让习近平有这样的借口 或许比如说把这个内部的压力往外消 就是攻打台湾的话 或许藉由这样的一个契机呢 让美国逼着习近平不得不动 或许这也是一种一种策略 那但是我在看目前这个英国把这个消息 应该说暴露出来呢 最重要就是他我相信这也是一个 step by step一步一步来的一个进程 那所以说目前看五眼联盟这样的一个步骤 我想他们现在把这个中国逼出来的一个意图 已经十分明显了 好 路德 好 谢谢尼尔先生分享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 不要点赞分享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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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